第一位请到 这个扎西之人 那他我想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刚刚这个艺末先生讲的 其实说从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突破比他们幸运一点 他们的脚步比较慢 那他刚刚讲到在学校里面的汉语教育 我就想到这个是去年 去年吧 去年9月的时候 这个青海省也因为 这个青海省决定要全面的 把所谓这个藏族民族学校里面 全面改为汉语教育 上千位 各位上千位学生 小学生跟中学生 走到街头来抗议 那我想这个其实 这个童话其他的民族 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手段 那现在我想请这个扎西 来跟我们这个说明一下 最新这个突破境内 最新的一个这个政治状况 大家好 我是扎西智琳 那我中文非常不好 因为我是在西藏人 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所以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因为我们这些西藏人像是没有国家的 50多年在 聊天在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非常有经验 如果说自己没有国家的话 都痛苦 那是我现在要讲的是 这些 现在在西藏那边 可能有十几个人在这些自焚的部分 这些自焚 非常冷静的人在那边 然后 这个是因为我们可能 三四年前我在媒体上有讲过 就是说 西藏人不可能会当港部分子 因为我们青年会是中国 中国政府一直说是港部分子 但是不可能会当港部分子 但是外来国家 我们会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很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那这些年轻人也是 放弃自己的生命 外来国家的原因 因为在西藏那边 根本没有人权跟宗教自由 那那边也没办法讲出来怎么话 所以最后他们觉得这个方式是 比较好 可能会国际媒体会关心 在西藏那边的意义上面 那宗教自由也是完全没有那边 那 现在也是在那边 就是国际媒体也没办法进去西藏 然后我们西藏的人也没办法进去西藏 那我们掌却的目的 两往到五十几年之后 我们掌却的目的是 我们要的是西藏独立 不是要高度自治 那高度自治是要达赖喇嘛西藏的 那中国政府还在不听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的话 那西藏的年轻人是应该没办法挺这个 所以可能会继续会做外的国家 是因为高度自治是两个部分是比较好的 因为达赖喇嘛亚的高度自治是 因为达赖喇嘛是现在的达赖喇嘛 不止西藏的达赖喇嘛 他是现在全世界的达赖喇嘛 他也是会关心中国那边 那如果说外来独立的话 可能会死很多人 但是我们自动的人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达赖喇嘛 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因为我是在印度流亡在那边出生 那我们刚住在印度的时候 像我父母亲他们到印度的时候 他们的目的没有说我去国外 有生活过在国外要拿国外的身份 不是因为全世界有很多乐民 但是西藏的乐民是政治乐民 有些国家是自己 自己国家上没有不过食物 所以去要求隔壁的国家 那我们来印度乐民是因为政治的 所以那父母亲的目的是 有一次我们又回去西藏 因为我每一个西藏人有很多困难的故事 但是我自己来讲也是 我小的时候偷偷有听过我爸妈讲话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在印度那边 我们是非常久 我爸妈带的是一个小孩到印度 他们也不会讲印度话 不会讲英文什么都不懂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想说盖一个房子 但是那个是一万多块的钱 然后他们两个讨论的时候 他们说不要了 我们赶快会回去西藏 可能现在马上会到独立 或者是我们要回去西藏 他们的梦想就是这个 但是他们过世了 那我们现在是第二代 是我们的指认 要成功我们父母亲的梦想 还有西藏人的生活上面 跟宗教是非常有关心的 因为我们是非常相信 就是有喘世 所以那喘世不一定 我今天是西藏人 不一定我今天死完之后 会变西藏人吗 不一定 有可能我会变中国人 也是有可能 那个是因为我们宗教部分相信的 那我们今天外来西藏独立 做那么多活动 那么辛苦 如果假如说我死完之后 我会变成中国人 比如说那个时候西藏独立了 西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这个武警刀可能会 他死完之后 他变成西藏人 那我现在在那么辛辛苦 做外来西藏独立 所以是不止就是为了我这个西藏人 我们是相信那个有传释的 所以那我重点在这边要想讲是 中国政府一直说是西藏青年会是一个耿不分子的组织 那我是现在越来越想没办法等要讲出来 就是中国工厂党就是一个耿不分子的组织 虎文警刀就是一个耿不分子的组织 他杀那么多西藏人 他当西藏这地区的领导人的时候 1987、88、89那一年杀那么多人 然后后来当种种之后 2008开始杀那么多人 所以他就是一个耿不分子的组织 西藏人不可能会当耿不分子 但是不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国家 所以那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话说 因为我中文非常不好 对不起 大家谢谢 谢谢 我想我其实今天很想把这个 刚刚扎西给大家看了 这是一个照片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位 在今年有十位这个僧人 其中有九位 都是从现在所谓的四川阿爸 格德市出来的僧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制焚 我现在只想跟大家分享 我设在他部落格上讲的一句话 他们不是自杀 They are not suicide It's not suicide It's sacrifice to draw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就是说他们不是自杀 他们是牺牲自我 希望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注意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这个吸引全世界的目的 能够来关注他们 那我本来是很想把这个分享 但是我想今天主角 并不是只有一个 那今天那各位如果很 因为他也有一点很难过 就是很不容易很难接受 就是也是儿童不已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话 可以上我们图博之友的网站 或者上YouTube去找 这是最新这两天才出来的 这个有一个印带 就是就是录到这个最近第十位 这个一个阿尼 一个比丘尼 他自焚的一个经过 这非常的 我讲 各位不用讲 我也不用讲 这个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不放这个 但是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看看 那接下来我想请袁洪斌先生 那袁洪斌先生要跟我们谈的主题 其实他刚刚讲的很好就是 其实内蒙受到压迫的这些蒙古人 其实是我们三个民族 三个国家当中最弱势的一群 因为他们没有人在外面 为他们发声 那我们想今天他们的故事 我们是最少听得见 所以我想今天请袁洪斌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个内蒙的一个状况